第八十五回 邓锐二侯归周主 十月 西山日落 景寥寥 大厦将倾 借小条 便及无辜 遭屈死 欧阳热血 染狭消 奸邪用事 民生丧 妖孽平心 舍季遥 可惜成汤 先是夜 请请送入 往来朝 话说欧阳纯 被一杆舟将 围在该心 直杀得盔甲歪斜 汗流加倍 自料抵挡不住 把马跳出圈子 败进关中去了 紧闭不出 子牙商店坐下 见便及打伤 吩咐他 且往私宅调养 以免把雷阵子 且送下间中 朽告急文书 往昭歌求救 柴棺在路上 正是春晋夏初时节 怎见得一路上好光景 有诗为证 诗曰 清和天气爽 迟早记和声 梅竹与鱼鼠 迈随风景城 草随花落处 英老柳之清 江燕携除喜 山迹不子鸡 南斗当日永 万物显光明 话说 拆棺在路 不分小夜 不一日尽了昭歌 在管义安歇 此日 江本积进五门 至文书房投地 那日是钟大夫 鄂来看本 拆棺江本城上 鄂来接过手 正看那本 只见威子起来志 鄂来将欧阳纯的本 递于威子看 威子大惊 江上兵至临同关下 低兵已临直尺之地 天子上高卧不知 奈何奈何 随报本往内庭见驾 咒王正在露台 与三妖隐善 当驾官起驾 由威子起后指 咒王曰 宣来 威子起至台上建礼壁 王曰 皇兄有何奏章 威子起曰 江上造反 自立激发 兴兵作叛 纠和诸侯 妄生祸乱 亲战江土 五官已得四官 大兵陷屯临同关下 孙兵杀将大肆狂暴 朕雷乱之位 其祸不小 收官主将据书告急 其陛下以设计为重 日秦正事 素次施行 不生兴肾 威子将表呈上 咒王皆表 看罢 大经约 不义江上作难四横 景客阵之四官也 今不早至 使养庸自患也 随传旨上殿 左右当驾官 施舍龙车凤年 请陛下发驾 只见紧闭传呼 天子御驾 早至金鸾宝殿 张殿官与金吴大将 芒将忠鼓齐名 百官端肃而尽 不觉威仪一心 只因咒王有经年未曾临朝 今一旦登殿 人心鼓舞如此 怎见得 忧赞为正 赞悦 燕龙凤阁 香矮龙楼 光摇月已冻 云府翠华流 世辰灯 宫女善 双双应彩 孔雀瓶 麒麟殿 处处光伏 静边三下响 一官拜免流 金章紫兽垂天象 管取江山万万秋 话说咒王涉朝 百官无不庆幸 朝贺碧 王曰 江上四横 依下陵上 侵犯关爱 依坏阵四官 如今屯兵于临同关下 若不大奋前纲 以成其武 国法安在 众卿有何策 可退周兵 言未必 左班中闪出一位上大夫礼通 出班起奏约 臣文君为元首 臣为故宫 陛下平息 不以国事为重 听禅远中 荒淫酒色 摒弃正事 以致天愁民怨 万幸不保 天下思乱 四海分崩 陛下今日临选 事已玩意 况今昭歌 岂无智能之事 贤俊之人 知因陛下平日 不以忠良为重 故今日已不以陛下为重耳 即今东有江文坏 游魂关 昼夜无宁 南有鄂顺 三山关 攻打甚急 北有虫黑虎 陈塘关 但兮江威 西有激发 兵寇临同关 知日可破 真如大厦江青 一幕也能福德 臣今不必辅阅之助 直言冒独天听 其宿家整赤 已救威王 如不以臣言为谬 臣宝举二臣 可先去临同关 祖助周兵 再为商议 愿陛下日修德政 去禅远宁 见行严厅 数可少万天意 犹不识成汤之脉耳 王曰 请宝举何人 李通曰 臣管众臣之内 只有邓昆锐吉 素有忠良之心 夫国念时 若得此二臣前去 可保无余也 咒王准奏 虽选邓昆锐吉上殿 不亦时宣至殿前 朝贺臂 王曰 今由上大夫李通 走清忠心卫国 特举清二人 前去临同关携手 朕加尔黄月白毛 特专捆外 请当尽心竭力 务在必退周兵 以秦罪首 请公在社稷 朕七夕茅土 以报清在 当领朕命 邓昆锐吉 叩首阅 臣敢不节奴带之力 以报陛下知欲之恩也 咒王传指 此二卿言席 以见朕宠荣致意 二臣叩头 谢恩下殿 须语 左右扑上言席 百官与二侯拔斩 为子姬子 二位殿下 也奉酒与二侯 耿业言曰 二位将军 社稷安慰 在此一行 权杖将军 扶持国难 则国家兴慎 二侯替 殿下放心 臣平日志忠肝义胆 正报孤恩于今日也 岂敢有父皇上委托之龙 众大父宝举之恩也 久毕 二人谢过二位殿下 于众官 次日起兵 离了昭歌 竟往孟金堵黄河而来 暗下不表 且说 土行孙催良至圆门 看见一手帆 帆下却是维护的降魔杵 雷震死的黄金棍 土行孙不知其故 自私 他二人兵器 如何丢在此番下 我且见了元帅 再来看其真实 报马报入中军 其元帅 二运都良官等令 紫衙传令 令来 土行孙来至中军 见紫衙行礼弊 问曰 弟子是才都良至圆门外 仅那官前数一手帆 却有维护雷震子两件兵器在那帆下 不知何故 紫衙把汴吉的事说了一遍 土行孙不信 岂有此理 哪吒曰 汴吉被武打了一拳 这几日拒不曾出来 土行孙曰 歹无趣便知端地 哪吒曰 曰 你不可去 果是那番厉害 土行孙只是不信 那时天色将晚 土行孙净出营门 一头网翻下来 方至翻下 便一跤跌倒 不知人事 周营少马抱于紫衙 字牙大惊 正无可计较 只见官上军士 见翻下睡着一个矮子 抱于欧阳唇 欧阳唇命 开官拿来 不知若要拿人 只是遍及的家将拿得 其余别人 皆拿不得 倒不得翻下去 彼时几个军士走至翻下 距翻身跌倒 不行人事 官上军士看见 盲报主将 欧阳唇一字惊疑 盲叫左右 去请遍及来 遍及此时 在家调养伤痕 闻主帅来呼唤 只得勉强进府中 欧阳唇将前世告诉一遍 遍及曰 此小侍儿 命家将 去把那矮子拿来 将众人放了 家将出关 将土行孙绑了 把众军士拖出藩外 众人如醉方形 个个柔眼擦面 一时将土行孙 扛进关来 拿进府中 欧阳唇问曰 你是何人 土行孙语 我见藩下 有一黄金棍 拿去家里耍子 不知就在那里睡着了 便急在旁边骂语 你这匹夫 怎敢以言语来戏弄我 命左右 拿去斩了 众军士拿出前门 举刀就斩 只见土行孙一扭 就不见了 正是地形庙术 真堪现 一晃全身 入土中 众军士 忙进府中来报曰 其元帅 意义是非常 我等拿此人 方才下手 那矮子把身一晃 就不见了 欧阳唇 与便及曰 这个就是土行孙了 倒要仔细 彼此精益 不表 土行孙回营 来见紫衙 曰 果然此番厉害 弟子至翻下就跌倒了 不知人事 若非地形之术 性命休矣 此日 便及伤痕全域 领家将出关 致军前诺战 少马抱入紫衙 紫衙问 谁人出马 哪吒愿望 等风火轮 咬火尖枪出营来 便及见了仇人 也不答话 咬话赶紧 披面次来 哪吒火尖枪 分心就赐 一场大战 怎见得 有赞为证 赞曰 战古沙生扬 英雄临战场 红旗如烈火 征服四臂芒 这一个展开银杆脊 那一个波动火尖枪 哪吒诗威武 便及逞钢墙 忠心辐射计 赤胆卫君王 相逢南下手 孰在孰心王 话说便及战哪吒 又恐他先下手 把马一拨 欲先往翻下走来 看官 若论哪吒要往翻下来 他也来得 他是莲花化身 却无魂魄 如何来不得 只是哪吒天性乖巧 他有恐不妙 便立住脚 看便及往翻下过去了 他便登回风火轮 自己回迎 不表 且说便及进官 来见欧阳纯 言曰 不才玉筐哪吒 往翻下来 他狡猾不来赶我 自己回迎去了 欧阳纯曰 四子奈何 正义间 胡探马报 邓瑞二侯奉旨前来助战 请主将迎接 欧阳纯同重将 出府来迎接 二侯忙下马 携手上银安殿 行礼必 二侯上座 欧阳纯下陪 邓昆问曰 前有将军告及本章 晋昭歌 天子看过 特命不才二人 于将军携手此官 今江上猖獗 所在授手 君危以措 此权不在战之罪也 今临同观 乃昭歌保障 与他官不同 必当重兵把守 方保无余 连日将军 与周兵交战 胜负如何 欧阳纯曰 初次副将变金龙失利 兴其子变吉有一番 明月幽魂白骨番 权杖此番 一组周兵 一次拿了南宫阔 二次拿了黄飞虎黄明 三次拿了雷震子 邓昆曰 拿的可是反武官的黄飞虎 欧阳纯曰 正是他了 欧阳纯此回正是 无心说出黄飞虎 咫尺临同 属子牙 话说邓昆问 可是五成王黄飞虎 欧阳纯曰 正是 邓昕 邓昕冷笑 他今日也被你拿了 此将军莫大之功也 欧阳纯牵械不已 邓昆暗记在心 原来黄飞虎是邓昆两姨父 众将哪里知道 欧阳纯至酒管带二侯 众将尹罢各散 邓昆至司宅 黄飞虎 黄飞虎今已被擒 如何救他 我想天下八百诸侯 尽已归州 此官大势尽势 料此官 因能阻得他 不若归州 此为上策 但不知瑞吉何如 且待明日会过一战 见机而坐 次日 二侯上殿 众将参业 瑞吉曰 胡等奉旨前来 当一忠心报国 诉传令 把人马调出关 毁江上 早定雌雄 以免无辜涂炭 欧阳纯曰 将军之言慎善 领便吉等 官中点炮呐喊 人马一起出关 邓瑞二侯出了关外 见了幽魂白骨帆 高悬树杖 祖助正道 便吉在马上曰 其上二位将军 把人马从左路上走 不可往翻下去 此番不同别样宝贝 瑞吉曰 既去不得 便不可走 君士距从左路至紫牙营前 对左右探马曰 请武王紫牙答话 少马报入中军 其元帅 官中大士人马排开 请武王元帅答话 紫牙曰 即请武王答话 必有深意 命中军官 肃请武王临阵 紫牙传令 点炮呐喊 宝到其魔洞 圆门开处 鼓角其名 周营中 人马其出 曾见得 有赞为正 赞曰 红旗闪烁出军中 对对英雄 弃土红 马上将军 如蒙虎 布下士族 四蛟龙 腾腾杀气冲消汗 矮矮微光透九重 金盔凤翅光滑土 银甲鱼林 锐彩横 斧头灿烂红墨鹅 树发官窑 智伟雄 五月梅人多骁勇 哪吒正印是先锋 宝州灭咒 圆融至 沙发森严 江太公 话说 邓锐二侯 再马上 见紫牙出兵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鄙视一般光景 又见那 三山五月梅人 一般齐齐整整 又见 红螺散下 武王坐 逍遥马 左右有 四贤八郡 分于两旁 怎见得 武王生成的天子 仪表飞俗 有师为正 是约 龙凤方子 炯出群 神清气望 帝王君 三庭云 衬衬衬 金霞绕 五月朝贵 紫雾分 仁慈相继 同遥顺 调伐重逛 过下阴 八百十年 开世夜 特将十语 旧如焚 话说 邓锐二侯 在马上大呼 曰 来者 可是武王 江紫衙吗 紫衙曰 然也 因而问之 二公乃是何人 邓坤曰 无奈邓坤 瑞吉士也 江紫衙 你想西州 不以仁义理智 辅国四围 乃擅自建成王后 收逆叛王 拒逆天兵 杀军副将 以罪在不赦 仅有大肆猖獗 欺君往上 忤逆不道 侵战天王疆土 意欲何为 独不思 帅土之宾 莫非王臣 而敢 黄霍天下 后世之人心在 瑞吉又指武王曰 你先王 素称有德 随机求 有礼七年 更无一言愿由 恪守陈杰 蒙周王 连设归国 家以黄月白毛 特专征法 其洪恩德责 可为后裔 而等当世事仇报 尚未尽 尚未尽 捐崖之万一 谨赴死未久 身听江上望语 寻世干戈 行无名之师 反大逆之罪 反大逆之罪 使自取 附宗密 四之祸 悔意何极 今听无言 素反其干戈 退其关爱 勤其取魁 献福伤交 而自归待罪 尚待尔已不死 不然 空天子大奋前纲 亲率六师 大张天陶 知空尔等 死无教类意 紫牙笑曰 二位贤侯 只知首长之语 不知实物之说 孤云天命无常 唯有德者居治 谨赂王残虐不道 荒淫凶暴 杀戮大臣 诸妻妻子 交涉不休 宗庙不祥 臣下画志 彭家作愁 强害百姓 无辜虚天 惠德张文 罪赢恶贯 皇天震怒 特命我咒 恭行天之讨 故天下诸侯 相率是咒 会于梦今 观正于商交 二侯上执迷不悟 由以口舌相征也 已无观之 二侯如寄遇之客 不知谁为之主 疑速倒戈 弃暗投明 已不失封侯之谓耳 请自速裁 邓坤大怒 命便急 拿死也扫 便急纵马咬起 冲杀过来 朋友赵商使双刀 前来抵住 二人正接战间 锐吉持刀 也冲将过来 这边孙彦宏 石斧抵住 只见五级 催开马 杀来助战 旁边挠了先行哪吒 等开风火轮 险三手八臂 冲杀过来 势不可当 等宽见哪吒三头八臂 相貌异常 之下的神魂飞散 急忙先走 传令 明金收兵 众将各驾驻兵器 正是 人言激发过遥顺 云集群雄 左胜君 话说邓坤回兵进关 指殿前坐下 欧阳纯便及等 据说江上用兵有法 将勇兵修 门下又有许多 三山五岳倒数之事 难以取胜 举个个滋皆不已 欧阳纯只得制酒管带 制业 各自归于卧所 且说邓坤至更深 自私 如今天时已归西周 昼王荒淫不到 两亿不久 狂黄飞虎又是两仪 被陷在此 时无彻肘 如之奈何 其武王功德日盛 有龙凤之字 天日之表 真是应运之主 子牙又善用兵 门下又是些道数之客 此官岂能为周王久守在 不若归周已顺天时 只恐瑞吉不从奈何 且思明日以言挑他 看他意似何如 再为道理 就思想了半夜 不说邓坤已有意归周 且表瑞吉 自与武王见阵进观 虽是吃酒 心上暗自沉吟 人言武王有德 果然气语不同 子牙善能用兵 果然门下俱是义事 仅三奋天下 周有其二 焉见得此官如何守 不若现官归降 以免兵阁之苦 只不知邓坤心上如何 且慢慢将言语探讨 便知虚实 两下里聚各有意 不提 只见次日 二侯升殿座下 众将官参业弊 邓坤曰 官中将挂兵卫 昨日临阵 果然将上用兵有法 所住者又是些道数之事 国事艰难 如之奈何 便吉曰 国家兴隆自有豪杰来作 又岂在人之多寡哉 邓坤曰 辩将军之言虽是 但目下难知 乃何 便吉曰 今官外尚有此番 阻住周兵 料将上不能过此 了将上不能过此 瑞吉听了他二人说话 心中自存 邓坤 邓坤已有意归周 不觉至晚 饮了树杯 各散 邓坤令新妇人 密请瑞侯饮酒 瑞吉文命 欣然而来 二侯指手 指密室相续 左右掌起竹来 二侯对面传杯 正是 二侯有意归真主 自有高人送信来 且不言二侯正在密室中饮酒 欲待要说心事 彼此不好善出其口 只见紫牙在云中 运筹取官 又多了那首番 坐在路上 与别寻路径 又不知他观中虚实 黄飞虎等下落 无计可失 忽然想起土行孙来 随唤土行孙吩咐 你今晚可进官去 如此如此探听 不得有误 土行孙得令 把精神抖擞 至一更十分 静静官来 先往尽中 来看南宫阔等三人 土行孙见开手的尚未曾睡 不敢妄动 却往别处行走 只见来至前面 听得邓锐二侯在那厢饮酒 土行孙便躲在地下 听他们说些什么 只见邓昆秉退左右 孙为瑞吉约 贤弟 我们说句笑话 你说将来是周星还是周星 你我思意各出几箭 不要藏饮 总无外人之道 瑞侯一笑约 兄长下问 师弟如何敢进言 若说我等的见势宏远 又有所不敢言 若是模糊应答 兄长又笑小弟是无用之物 弟忠乐于言 邓昆笑约 我与你虽各为姓 情同骨肉 此时出君之口 入吾之耳 又何本心之不可说哉 贤弟勿疑 瑞吉约 大丈夫 既与同心之友 谈天下正事 若不明目张胆 倾吐一番 又何许其能担当天下事 为时时物之俊杰在 举地于见 你我如今 虽奉斥协同守官 不过强逆天心民意 是其人民之所愿者也 尽主上师德 四海分崩 诸侯叛乱 思德明主 天下事 不不可知 况周五 仁德 波步四海 江上贤能 夫向国物 又有三山五岳 道数之事 为之羽翼 使周日强盛 汤日衰弱 将来既伤 而有天下者 非周五 非周五而水 前者会战 其规模器语 已自不同 但我等 受国厚恩 为已死报国 尽其职尔 成长兄下问 故敢以实告 其他非我知也 邓坤笑曰 贤弟这一番议论 足见红某远时 非他人 非他人 所可及者 但可惜 生不逢时 欲不得其 竹耳 将来 周围周鲁 无欲贤弟 不过 突然 亦死而已 于兄 故当于草木 同朽 只可惜贤弟 不能 效 古人 所谓 良 勤 择目 而期 贤臣 择主 而是 以斩贤弟之财 言罢 资皆不已 瑞吉笑曰 举弟 查兄之意 兄已 有一归咒 故以言 叹我耳 弟 有此心 久矣 国掌 兄 有一归咒 弟 怨随 边等 邓坤 忙起 身 未知 月 非不才 敢 续此 不辰之心 只以天命 人心 补致 终非 好消息 而徒 死 无一耳 既贤弟 亦有此心 正所谓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只无备 无门可入 乃何 瑞吉 月 慢慢寻思 再乘机会 二人正商议筹谋 已被土行孙 在地下听得详细 喜不自生 思想 不若乘此时 会他一会 有何不可 也是我尽观一场 引尽二侯归舟 也是功绩 正是 是今万物 由天术 引得贤侯归武王 话说土行孙 在黑营里 钻将上来 献出身子 上前言曰 二位贤侯 请了 要归武王 无与贤侯 做引进 道罢 就把邓锐二侯 吓得半赏无言 土行孙曰 二侯不要惊恐 无奈是江元帅 麾下 二运都梁官 土行孙事也 荡锐二侯听弊 方才定神 问曰 将军为何 淫业至此 土行孙曰 不满贤侯说 奉江元帅将令 特来进观 探听虚实 师才在地下 听得二位贤侯 有意归咒 恨无引进 故敢轻茂 至经大驾 性无见罪 若果真有意归咒 不才欲为先荣 吴元帅 千功下世 绝不至有孤 二侯之美意也 当锐二侯听说 不生欣喜 忙上前行礼 约 不知将军前来 有失赢亚 妄无见罪 当锐赴完 土行孙之手 探约 大敌圣王仁圣 故有功等高明之士 为之腐弼尔 不才二人 昨日因在镇上 见吴王于江元帅 拒世圣德之士 天下不久归周 今日回观 与瑞贤弟商议 不亦为将军得志 是无二人之姓也 土行孙曰 事不宜迟 将军可修书一封 似我先报之江元帅 后将军长击献官 以便我等接应 邓坤急忙向灯下修书 帝于土行孙曰 樊将军报之江元帅 设法取官 早晚将军还进官来 以便商议 土行孙领命 把身子一晃 无影无形去了 二侯看了目瞪口呆 滋接不已 有师赞至 师曰 按尽临筒查其事 二侯共义正逢时 行孙隐尽归明主 不负袁荣 脱所知 话说土行孙来自中军 刚有五股时分 紫牙还坐在后帐中 等土行孙消息 忽然 土行孙立于面前 紫牙盲问其 进官所行 尸体如何 土行孙曰 弟子奉命进官 三将还在尽中 因看守人不曾睡 不敢下手 父行至邓瑞二侯密室 见二人共义归州 恨无引进 被弟子现身践踏 二侯大跃 幽输在此城上 紫牙接书 灯下观看 不觉大喜 此阵天子之福也 再行设策 以后消息 令土行孙回来 不表 其说邓瑞二侯 次日升殿坐下 众将来见 邓坤曰 无二人奉斥 携手此官 以退周兵 昨日会战 未见雌雄 岂是大将之所为 明日整兵 武在一战 以退周兵 早早班师 以赴亡命 是无怨也 欧阳纯曰 贤侯之言是也 当日整顿兵马 一宿晚景不提 此日 邓坤 简点士族 炮声响处 人马出关 知周营前 诺战 邓坤见 幽魂白骨帆 竖在当道 就在这帆上发挥 盲令遍及 将此番去了 遍及大经约 贤侯在上 此番是无价之宝 祖周兵全在于此 若去了此番 临同观修矣 锐集约 无奈是朝廷钦差官 凡走小径 你为偏将 道行中道 周兵官智 身为不雅 纵有常盛 亦不为武 离当去了此番 便及自私 若是去了此番 恐无以胜敌人 若不去 必为主将 我岂可与之抗礼 今既为父亲报仇 岂息此一福也 便及马上欠身曰 二位贤侯不必去番 请回关中一役 自然往返无碍而 邓锐二侯聚进了关 便及盲话了三道灵符 邓锐二侯每人一道 放在斧头里面 欧阳淳一道 放在窥里 付出官来 数据往翻下过 就如寻常 二侯大习 吉至周营对军政官约 宝尼主将出来答话 探马暴入中军 紫牙急忙领重将出营 邓锐大呼吁 江紫牙 今日与你共绝此雄也 派马杀入中阵来 只见紫牙背后 有黄飞镖黄飞豹 二马冲出 接住邓锐二侯厮杀 四季相交 正在憨战之下 便及看不过 大呼曰 吾来驻战 二侯误拒 五级出马 接住大战 只见遍及 拨马往翻下就走 五级不敢 紫牙见 只有邓锐二侯相战 盲令明金 两边各自回军 紫牙看见 邓锐四将 往翻下静字去了 心中着实迟疑 静影坐下 沉吟自私 前日只是遍及一人行走德 鱼则昏迷 今日如何 他四人拒往翻下行德 吐行孙曰 元帅迟疑 莫不是为着那翻下 他四人都走德吗 紫牙曰 正为此说 吐行孙曰 这又何难 后弟子今日 再往关内去走一走 便知端地 紫牙大戏曰 当已塑行 当晚出庚 吐行孙进关 来自邓锐 来自邓锐二侯密室 二侯见土行孙来自 不声大喜曰 正望攻来 那番名唤 幽魂白骨番 再无法可治 今日被我二人 刁难他 他将一道符 与我们顶在头上 往翻下过 旧如平常 安然无事 足下可持此符 献与江元帅 速速进兵 吐自有献官之策也 土行孙得福 辞了二侯 往大迎来 见紫牙备言前世 紫牙大喜 取福一看 紫牙已识得福中妙诀 取诸沙书福 分腹众将 不知便吉 吉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